看Stella分享的青蛇包 所以我也買了一個 在Shaba 那個牌子我不太會唸欸 Vodka嗎? 我不會唸 我買的是這個狀色的 風情包 比較 這是什麼Pitch嗎? 蜜桃的色 然後它打開是這樣 對我來說 放手機 放錢包 然後放一個零錢包 就滿了 對我去拿一下 包包 通常包包一定要有就是錢包 然後 零錢包 我不喜歡把零錢放在皮夾裡面 這樣會很滿 然後還有手機 護手霜 跟護唇膏 衛生紙 好 用這個包包來看 你看 的話 它大概放一個長頰就滿了 長頰放後面 然後前面兩個放手機 跟零錢包 衛生紙 好 其實我出門也沒有要帶什麼東西 所以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後面還有一個 但因為我怕 常常塞東西在裡面它會變形 所以我很少用那個 然後它是用磁扣的 它有粗袋子跟細袋子 然後我覺得你要看顏色 因為這個 這系列的那個 風情包 它顏色很多 那這個pitch 這個比較柔和的顏色 它不太適合粗袋子 它比較適合這個細細的袋子 所以我就是背這個洗袋子 然後我出去的時候就會這樣子 差不多都會落在 picture 因為通常我相機 本來就會放另外一個袋子 所以說 帶這個出去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那因為 要去日本嘛 然後 不想要手上拿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另外又買了一個 比較便宜的包包 這包包是在 天然小鋪買的 你知道 我之前有一次 去 去年 反正就有一次 買了他們家的包包 然後來了兩個 我只 我只先開了一個 然後就一直背背背背背 然後最後就想說 欸 第二個可以拿出來背了 然後第二個拿出來的時候 發現它 那個縫線 完全就是招筋 沒有對清 你知道嗎 是寫包包的型是正常的 可是它開蓋的那個 本來應該是這樣 變這樣 所以包包是正的 但是開蓋是歪的 但已經過了七天的那個 就退房戶的時候 所以我也 就沒有強求 反正才幾百塊 就Let it go吧 當作全世界只有我有這個 就是 長這樣的包包 但那一次過後 我就很久很久沒有買天然的包包 因為我覺得 啊這個品管 不行啊 對 而且有時候都要等很久 那 要去日本嘛 所以 還是要找一個 相機可以放進去 因為去日本我就不會帶 我就不會帶這個長家了 因為這裡面有 證件啊 然後有現金 我就不會帶它 反正去日本是要花日幣 所以 我就準備了這個 要裝日幣 還有一些 其他的零錢包這樣子 那 它 然後配 配行動電源 手機 然後相機 電池 差不多 所以我就需要一個 比這個再大一點點的包包 那我就像中了這個 這顏色很好看對不對 但是呢 有沒有發現 好像還是有點不對齊 我媽跟我說的啦 她覺得還是有點不對齊 跟你講 這是我換的第二個包包 第一個更歪 第一個歪到 你真的是覺得 它怎麼了 然後那時候 我本來想要放棄 因為我覺得天啊 已經過了這麼久 然後買 它還是 品管沒有那麼的好 那我就覺得 算就認賠嘛 反正 兩三百塊就 算了 我就先留評論 就說 欸這個包包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 還是 心裡多多少好會有疙瘩 就留評論 然後天然的客服 就回我說 如果包包有問題 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你可以聯絡客服 就是 協助換包包 好 既然可以換 那當然換啊 我就 留了資料 等他還換 我以為他會打電話問我說 欸 萌萌小姐 就是 你的包包是怎樣狀況 那我們什麼時候會派人 過去跟你換包包 沒有 就有一天突然 我在家裡 工作的時候 突然 就是 那個 快遞就來了 然後我就說 欸 小姐你要換包包對不對 你知道我當下整個傻眼 因為我 舊的那個包包裡面還塞滿了 就是 剛剛那些錢包啊 皮夾啊 敷唇膏啊 然後還有一些 譬如說 鑰匙啊 之類的東西 我就說 你等我一下 然後就衝上去 然後把包包全部東西倒出來 然後 我是一個很 神經大條的人 然後就不知道到底 自己包包就是 東西有沒有 倒乾淨 好啦應該是有倒乾淨 因為沒有倒乾淨 他應該也會打電話跟我說 你有東西留在我們這邊 對 好反正事情就這樣 然後他也沒有 因為他沒有先跟我講 我就沒辦法把包包 然後就是 弄好然後包裝好對不對 所以當下就是一個混亂 而且我沒有袋子 我就跟那個 快遞人說怎麼辦 我沒有袋子 他說那你要不要隨便拿一個塑膠袋 我就真的拿一個 我媽那個買菜還是什麼的袋子 裝進去 然後就給他了 覺得很不好意思 但是 因為你沒有先跟我講 所以我沒辦法做 就是 前置動作 好 總之呢 我就是換了這個 然後換完之後 我就覺得說 欸他好像比較對稱了 然後我媽就說 好像還是有點歪 但是我就覺得 好啦 我成衣換了第二個 那就這樣吧 那我們看一下他 他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 天然的五金啊 算是還可以 但是他 我之前買的 有些經驗就是 這個下面會脫落 然後 或者是邊邊角角會掉 所以 我不太敢裝太重的東西 好 然後裡面是這樣子 中間有一個 小袋子 然後 分成兩邊 然後這邊有兩個 小的可以放東西的袋子 所以我的想法是 放一下我平常怎麼放東西給你們看 錢包嘛 可以先放一個 手機也會放 跟錢包放在一起 然後 然後 零錢包 這零錢包 也是在天然買的 這樣 跟這個包包一起買 好像 加起來四百多還是五百多 對 然後這些東西 因為他 因為我比較粗魯 可能會背著他做 就是包包 然後就跑來跑去 怕他掉出來 所以我會放在 中間這個袋子裡面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我會把 這些需要的 常用的東西 放在同一層 那剩下這個呢 就是我去日本的時候 要把相機放在這裡面 因為我的相機沒有很大 也沒有很小 放在這裡面 是剛剛好的 我有放過 之後可以再補照片給你們看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行動電源啊 耳機這樣子 就OK 然後就這樣 我比較喜歡鞋背 蠻好看的 我IG上我放照片了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它算是 磚紅嗎 還是楓葉紅 整個質感算是不錯 但是 就是 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買天然小鋪了 因為真的 我很沒有信心耶 這怎麼 雖然說是幾百塊 但我覺得品管 應該可以再更 好一點點啦 對 OK 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 最雷的要來了 去年我就很想要買 就是很可愛的小白鞋 因為小白鞋很白搭嘛 但我媽跟我朋友都跟我說 你不要再買白鞋 因為我很喜歡買白色的平底鞋 然後我每次穿一穿就說 喔怎麼這麼快就髒了 或者是有人踩到我就會很 你知道翻白眼 那我媽就跟我說 你不要再買白色了 可是我看到這一雙 我就覺得哇 它好可愛喔 好想要 好想要買 它叫 阿妹嗎 這一個 粉紅 這個 好 總之它有白色 粉紅色 藍色 棕色 這樣子 然後我就 要一千多吧 我記得 然後如果你用它的 加入第一次購物 會員好像可以折一百塊 是多少 忘記了 結果我是在 十二十二 雙十二的時候買 好像有三百塊的折價券 就覺得 哇 買下來不到一千耶 然後我就覺得 是不是要買是不是要買 是不是要買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買了 拿來打開發現 怎麼跟自己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買的是藍色 因為大家都跟我說白色容易髒嘛 好我就退了全期是買了 呃 藍色 那它實際上是藍灰色 其實官網上你也看得出來 它是藍灰色啦 但我所謂的 打開覺得不一樣 是那個型好像 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好 給大家看 這樣 我已經穿過了 我已經穿過了底 是這樣 好 拿一支 先說說 它的鞋面 呃 這是不太會髒的材質 然後 很硬 他說它這邊有做什麼軟軟的 還是什麼設計 跟你說 我穿不到半個小時 我腳就兩個洞 我到現在腳 後跟還有傷口 要不是我沒辦法把腳舉起來 我就給你們看傷口了 穿它就是一個悲劇 我怎麼可能穿它去日本 找死嗎 腿會壞掉吧 然後它給了一個這個迷樣的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我 我必須說 為什麼它會痛呢 它這個很高 然後它 你有看到這一邊 是有個形狀嗎 就是這一節 會一直摩擦你的後腳跟 然後 就流血 我有穿襪子 我要先說我有穿襪子 還是破皮 對 它整個很深 所以它會一直 不斷的摩擦 我不知道這個 是要放 這樣子 還是 是這樣子嗎 我也不知道 還是這樣子 我都不知道 我已經 近期內不想再穿它了 因為它那天 我穿了一 因為我穿著它回家 然後 我沒有其他鞋子 就拖鞋 其他就是拖鞋 然後呢 我只能穿它 所以 變成說那一天半的時間 我穿 只要有穿這雙鞋子 我腳就是爆痛 變成 穿其他鞋子也是爆痛 所以 我現在對它 非常沒有信心啊 超累的 然後 下面的評論 可能 大家就是 有找到比較 舒適的穿著方式吧 如果你知道這雙鞋子 要怎麼穿 這個要怎麼用 比較舒服的話 拜託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是 欸它也要900多塊欸 不便宜欸 對啊 所以 這雙就是 近期買到最雷的東西 合作收到的飾品 第一個就是這個項鍊 這個很可愛 它跟一般就是串過去的不一樣 它是直接 在那個 就是項鍊 兩側 所以 不用帶一帶發現 擔心它掉下來 我覺得這個 還蠻好看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戒指 四組 四個戒指的 一組的 這很好看 像 拿手機啊 這樣拿有沒有 就覺得 很好看 因為拍照 工作需要 所以 有一些飾品是必備 然後我比較戴不住手 試手鍊 但是我媽覺得這個很可愛 她覺得這個很可愛 所以我也選了一個 簡單的手環 嗯 它有別的顏色 它這個珠珠還有綠色跟藍色 然後我媽媽覺得這個 算是藕粉色嗎 最好看 然後它是 彈性的 彈性的 所以 呃 像我這樣 手比較粗的人也是可以戴啦 最後 兩個是耳環 我總共選了五樣 耳環是這個 超可愛的 三個星星有沒有 這個上面是一個星星 然後上面這個是 它是絨布的材質 然後這個是有點毛毛 爆紋這邊是毛毛的 然後最後這個就是框框嘛 很好看 帶給大家看 我一收到啊 剛好那天我拍照的工作 然後就帶著拍 我覺得效果超好的 有沒有喔 好可愛 剛好今年流行爆紋 但是我覺得 我的臉配爆紋 好像有點太 成熟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就沒有買爆紋的衣服了 本來真的很想買 但是我挑不到一件 我覺得好看的 或者是適合我的 那我覺得用這種 爆紋單品 也不錯 然後今年剛好流行大耳環嘛 所以 一切都很match 然後另外一邊戴起來 就是這樣 這個表現是比剛剛 羽毛優秀很多 羽毛這個還比這個貴欸 喔他們家的這個 他們家的飾品都很便宜 完全是小子女可以負擔的 另外一個是這個 也是大耳環 好好看喔 MAYA 我還沒有戴過 我還沒有戴過 試擔心 掉了 喔這好好看喔 最好就是我去 工作的時候 他有去飾品店工作的時候 買了一副耳環 這個 簡約但是我覺得很好看欸 帶給大家看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 我近期有出門都是帶它 這個是破桶爛鐵的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看欸 那我最近的膚礦其實沒有很好 所以今天 算是勉強上陣拍影片啦 那就是 之後膚礦比較好的時候 會再拍一個化妝的影片 保養的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我買的這些東西 就是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有任何想說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按下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是Nana 下次見掰掰 掰掰